选战倒数29天,台湾行政院长吴敦义即日起请公务价,全新投入选战。 吴敦义一大早就指导绿营的票仓新北市三重区,连跑了两个行程都没有再对宇昌案开炮。 吴敦义坦诚,公文时间错置确实让公事受挫,未来也将会多谈政绩,少谈宇昌。 正式投入选战,吴敦义还是中规中矩,穿西装打领带。 但第一个行程,吴敦义不按牌理出牌,直铺绿营票仓新北市三重。 说自己和三重的关系深厚,基层出身的吴敦义和地方人士拉票打交道驾轻就熟, 但民调显示国民党炮打宇昌案越打越失分, 传出国民党高层危机处理,下令宇昌案不准再提。 相信是非对错,选民自有公断,不再聚焦宇昌案,吴敦义要大家多多关心政绩。 认为马政府政绩多,支持率绝对很稳固,暂时卸下隔魁身份, 未来一个月,吴敦义换搭上安全局准备的座车,全台拼胜选。 澳雅卫视周经卫彭志华,台北报道。